《海峡两岸》 《反分裂国家法》通过15年 对维护立案和平稳定 遏制台独起到重要作用 近一段时间以来 岛内台独分子进行了一系列 挑衅大陆的动作 这些举动是否在试探大陆的底线 大陆应如何反制 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 大陆紧握 两岸关系主导权 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 中央电视台中文国际频道 《海峡两岸》 我是李红 今年是《反分裂国家法》通过的 第15年 15年来 《反分裂国家法》 已经成为两岸关系 从和平发展 走向和平统一的压仓石 民进党当局 敢踩两岸关系的红线吗 蔡英文第二任期 两岸关系又将往何处走 就这样的话题 为您邀请到两岸的嘉宾 展开解析 台北世新大学的教授 游子祥先生 北京国际关系学院的教授 于强先生 欢迎二位 李红 北京的于强兄 还有全球观众 《海峡两岸》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李红好 尤雅叔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那首先我们通过短片 一起来了解一下 《反分裂国家法》 对于台独的震慑作用 《反分裂国家法》 自2005年公布实施以来 已经走过了15个年头 15年来 该法对维护两岸和平稳定 促进两岸民间交流 遏制台独 起到了重要作用 近一段时间以来 岛内台独分子动作不断 先是有民进党明代 提出要删除 两岸人民关系条例中 国家统一的内容 后又有台独大佬 提出所谓修宪 都被两岸关系 增添了诸多不确定性 台海情势风起云涌 我们注意到 蔡英文上任以来 一直在挑动 两岸关系的红线 特别是近期 一些极端的台独分子 甚至在国家 统一的字眼上 做起了文章 那么我们应该 怎么来观察到 这些人士的动向 其实台湾绿营里 很多人抱着 那个台独的思想 台独思想 是要跟大陆切开的 可是呢 他们很多人知道 不可能宣布独立 或不敢宣布独立 所以怎么办呢 就不断地使用 我们过去常提到的 切香肠的方法 那这切香肠的方法 要干嘛呢 就是要切断 台湾跟大陆 本来是紧密连结的 一些关系 比如说两岸的连结 包括血缘的 历史的 文化的 还有法理的 那所以呢 绿营很多人啊 在不敢宣布 台独的情况底下 又想搞台独呢 就不断地像 改教科书啦 去中国啦 他的去中 愁中 最终的目的 是希望抗中 脱中 很多人是这样想 那这些人呢 当然会是啊 那个台湾跟大陆的 法理连结 为眼中钉 他们就巴不得 把法理连结切断 那法理连结是什么呢 其实就是台湾 现在用的这套 法律体制 国民党是在大陆 制定的人 是来自全大陆的 全中国的 然后呢 而且他当初 适用的范围 也是涵盖全中国的 所以这个法律 带到台湾来之后呢 就成为台湾跟大陆 永远切不断的 一个法理连结 所以呢 他在法律上就认为 世上只有一个中国 两岸同属那个中国 所以呢 在台独人士的眼中 这套大陆带过来的 宪法也好 或者是两岸人民 关系条例也好 就成为他们要动的对象 所以啊 修宪跟修法 修这个两岸人民 关系条例就是很多台独人士 想干的事 我们知道之前有一个 叫蔡易渝的名义代表 他说他要提案 要修掉这个两岸人民 关系条例里面 关于统一的说法 之前蔡英文选举的时候 他的发言人叫林静怡 还出来说主张统一啊 就叫叛国 台湾的法律写得那么清楚 两岸就是要往统一的方向前进的 所以这些独派的人呢 他很想把这个宪法给弄掉 把两岸人民关系条例里 这些文字 或是整个法给弄掉 所以他就会采取各种方法 后来蔡英渝在压力底下 他后来说我撤案好了 我就是一个小丑 但是我相信啊 这些台独分子呢 会继续的在各种法律层面上 想要搞他们的修法跟修宪 所以现在蔡英文宣示 她要修宪 虽然现在修的内容 是不涉及敏感题目的 但是这个题目一开啊 会不会有台独分子呢 利用这个机会 进来改一些他们要改的东西 比如说什么固有疆域啦 比如说正式名称啦 这个就有高度彩虹线的可能性 所以这个修宪两个字一出来 确实值得关心两岸和平稳定的人 密切关注 如果说想切断台湾所谓的 法条理和两岸人民关系条例里的 两岸之间的法理连接 那么对于大陆来说 反分裂国家法 如果要对台独分子进行震慑 或者是惩处的话 他有什么样的法律基础可以提供 是不是有法可疑的 2005年为什么要制令反分裂国家法 2000年陈瑞宾上台 然后你会发现这帮台独分子呢 就不断地在做各种各样台独的小动作 然后当时比如说 陈瑞宾提出所谓的一边一国啦 包括后来2004年为了连任搞公投啦 搞了一堆事情 所以其实所有的中华儿女 大家都有个共同的心声说 不能让这小子这么胡搞 不能让民进党这么乱搞 所以我们在这样的一个 大家共同的呼声下 制定了反分裂国家法 而反分裂国家法制定之后 你看台湾当局当时一蹦三尺高 非常的生气 他生气说明什么 说明我们做对了 所以他就知道 他搞台独的那个空间 会被极大的线索 所以他不愿意 他不高兴嘛 那这说明我们这个法律 其实是做到点上了 而且后来你看到 如果我们有印象的话 当时我们反分裂国家法一通过 然后台湾当局后来干嘛 说连我们大陆 像新华社 人民日报 本来有台湾的 这个注点的采访的记者 说不让他们去了 就是他想反制 但是他又没什么办法 最后就想出这么个招来 说是让我们去注点采访的记者 不让你去了 所以这样你能看到 台独分子这么的不高兴 那其实说明什么 说明我们反分裂国家法 其实有效地震慑了台独 而在后来的这个过程当中 说实话 陈水扁一直有一句话 叫做冲突妥协进步 然后如果这个话太长 冲突妥协进步 我们简单地说叫切香肠 这帮台独分子玩法 就是不断地切 不断地切 不断地切 他每一次都切很薄一片 因为他切得稍微厚一点 他就怕你大陆生气 把桌掀了 他就每次切薄薄的 每次切薄薄的 然后看看你的脸色 发现说 如果比如说像刚才 余教授谈到的 像最近的立法机构的 媒体代表蔡余 他等于是这部卖太大了 然后他马上又退回去了 退回去之后 他自己跟自己解释 他说你看我释放善意了 你看我没做 这叫什么释放善意 这个叫改正错误 你本来就不应该做的 但是他就喜欢跟你玩这种游戏 所以他不断地切香肠 不断地切香肠 不断地切香肠 反分裂国家法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在这啪 画一条红线 然后你怎么切随你便 但是我告诉你 你要碰到红线了 那我们就动手 反分裂国家法实际上 说白了 反分裂国家法一方面是 我们还是希望 我们能够和平地 解决台湾问题 然后我们也希望 尽最大的努力 去解决台湾问题 所以第五条 会谈到和平统一 到第八条 才会谈到说 迫不得已的时候 我们才只能 我们迫不得已的时候 我们才会用武力去解决台湾问题 现在就看台独分子 有没有逼大陆迫不得已的 用第八条的手段 来解决台湾问题 我们看到解放军 在八天之内三次 绕行了台湾的西南上空 我们应该怎么来看 目前大陆方面 对于震慑台独分子 所采取的军事上的手段 确实台湾最近很多媒体 大概每隔一段时间 就会报道大陆的军机 接近台湾附近这样的消息 我记得我们之前 在这个节目也说过 以大陆的发展 那么去拥有符合 大陆力量的防卫的兵力 是很正常的 那你既然有这样的兵力 适当的演训 一定程度的演训 也是必要的 那我们知道 因为台湾就在大陆的东边 太平洋在台湾的东边 所以当大陆要到太平洋的范围 去演训的时候 你说会不会接近台湾附近呢 北边的宫古海峡 南边的巴士海峡 大陆 而且台湾跟大陆 本来就是一个国家 所以在经过台湾附近 其实本来是很正常的 但你说最近 有没有这个频率 是比过去要高呢 你确实从这个数字来看 确实这个频率 高于过去的情况 那当然台湾很多媒体会去解读 那这是想要送出什么讯息呢 就有人说 是不是大陆 要来测试台湾一下 要来给台湾压力测试 我们知道 大陆的军机 只要靠到台湾附近 特别是进入了防空识别区之后 台湾的飞机 通常要起来 也要做一个回应的动作 这个回应 有的时候还牵涉到某种广播 就是告诉对方 这个请你离开 这样的讯息 最近也被发现 还带了飞弹上去 要做个动作 可是也有很多分析指出 由于大陆 现在来的次数比过去多 而且大陆来的飞机 其实经常来的是双发动机的飞机 那台湾的单发动机的飞机 再加上本来数量上就有差距 所以如果不断地做这个回应的反应 对台湾确实压力是很大的 所以我们要怎么来看待这个情况 我觉得台湾很多政治人物 口嘴上口口声声都说 台湾要安全 谁不要安全 谁不要和平 可是你喊完安全跟和平之后 你还要评估一下 你现在做的事是有利于安全 还是有利于和平 或者是伤害和平的 你不能嘴上喊完安全 但是你去做会危害安全 伤害和平的事 我们知道 反分裂国家法第三条里写 外国势力干涉 如果来干涉中国的统一 来干涉两岸的事物 这个绝对是非常敏感 而且踩红线的 所以如果你台湾方面 不断地在释放 美国的船要来停靠 而且对美国的飞机经过领空 这种绝对有敏感性的事情 你就轻松以对 这种方式 你当然大陆必须做出一些相应的反应 然后你等到这个反应发生之后 又在媒体上说 哎呀不得了 大陆又靠近台湾了 其实这些事情 很多都有一定的因果关系的 所以在这个状况底下 只有台湾这边 要更谨慎地面对两岸的事物 我们不断地在呼吁 两岸有很多议题 外国人介入是很敏感的 还有往台独的路上继续走 是很危险的 有评论指出 大陆对台政策 软得更软 硬得更硬 蔡英文当局 胆敢做出挑战一中底线的动作 势必会遭到反制 蔡英文的第二任期 两关系将往何处走 请继续收看海峡两岸 大陆方面用军事的手段 来对付台独分子 这个是毫不犹豫的 但是大陆方面 对待台湾民众 却是一直关心爱护的 比如说一直以来的 两岸之间的经贸政策 和相关的会台政策 我们应该怎么来看待 大陆方面对台湾民众 和对台独分子 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式 方法和态度 我想我们还是回到 反分裂国家法 反分裂国家法的第六条 就会写到说 我们其实鼓励两岸的 各种各样的各个领域 各个行业间的 各种各样的交流的活动 我们也会保护台商 和各个台湾同胞 在大陆的权益 所以说实话 就是你看第六条 其实写这件事情 其实说白了 就是整个反分裂国家法 其实体现了 我们对台政策的 一个一直以来的思路 叫做硬的更硬 软的更软 那我们的硬 是对待外部势力 和台独分子的 而我们的软 是对待台湾的民众和同胞的 如果我们把祖国统一 视为一列 向前行驶的列车的话 台独是什么 台独就是要开倒车 所以我们绝对 不能让你台独开倒车 那有一些人 希望维持现状 说这个车别动 就停在这 这也不行 所以我们现在不断地 要让祖国统一的进程 不断地往前 那另外一个方面是 你看如果我们有印象的话 2005年我们通过 反分裂国家法 那是2005年的三月的事情 然后后来 你看2005年后来 联赛主席宋楚瑜和用鸣 都来大陆访问 然后我们也是通过 他们访问的这个时候 我们就推出了很多 促进两岸交流的 很多的措施 所以实际上你看2005年 通过反分裂国家法之后 我们其实也有很多的 促进两岸的 交流的措施出来 所以我们一直以来的 对台政策都是这样 就是硬的更硬 软的更软 我们还是希望能够 争取到更多台湾的民心 因为统一 其实有一个部分 是民心的统一 我们也需要去争取 台湾同胞的民心 这是一个方面 然后另外 我觉得就是 我们可能会给台湾 台湾一些政策上的 优待和照顾 最终的目的 还是为了让全中国更好 我相信所有的中国人 也会有这个大局观 但是我们给台湾的 所有的政策优惠 都会有一个前提 是你台湾 你拿到这些优惠的人 你要认你是中国人 你要和我们一起来 共谋统一 如果你不认你是中国人 如果你不跟我们一起 共谋统一 我凭什么把这个优惠给你 所以我想 这个事情 其实通过我们最近 一系列的政策 台湾同胞 渐渐渐渐的 明白的人 也是越来越多了 两岸关系 对于台湾民众来说 重不重要 台湾民众 看不看重两岸关系 他是不是接受 大陆方面 一直以来的 会台的各项政策 他们是不是 对这样的一种关系满意 其实你说两岸关系 有些东西 人就是这样 就是失去了 才知道它的宝贵 就过去 我们有很多 照顾台湾民众的 很多的政策 台湾民众 可能就听见享受着 也觉得挺好 然后久而久之 就觉得它就跟阳光 空气 水一样 好像就是自然而然来的 那个不是 所以到现在 你会发现 两岸关系开始变得不好了 很多民众才去想到说 前几年 有了那些政策 我们日子过得不错 现在两岸关系不好了 大家的生活受影响 我想这个认知本身 其实也会让台湾民众 会觉得说 两岸关系 包括我们对台湾的 很多倾斜的政策 是多么的重要 它的重要性 它的珍贵性 台湾同胞会渐渐地 通过这个过程 来相对得到认识 另外一个 我觉得 就是很多 现在很多台湾的同胞 会来大陆发展 假实话 你说他们来大陆的时候 是不是很喜欢大陆 我觉得不是所有人 都很喜欢大陆 但是他至少不排斥 来大陆发展 至少不排斥了解大陆 你看现在 蔡英文不让他们来大陆 然后美国也是各种各样的 给你使伴 这个时候 还能来大陆的发展的这些台胞 我觉得这些台胞 我们真的要好好的照顾它 一方面是人家 说实话 人家真的是 愿意来大陆 另外一个方面 是我从很功利的角度来讲 你想这批台胞 在台湾当局 不断阻挠的情况下 来了大陆 咱一定得让它发展的好 如果它发展的不好的话 你想 台湾民进党当局 和台独分子 又会借机炒作 又会说 你看去了不行吧 什么说的 又会讲这种话 所以 而且它来之后 我们其实现在 给的很多的政策 就是让它有一个公平的机会 大家一起来竞争 其实并没有说是 有太多的照顾 只是一个 我们叫同等待遇 所以我觉得 在这种情况下 其实在这个领域上 我们得让来 大陆发展的台胞 发展的好 那么在台湾的台胞 才会羡慕这些 来大陆发展的台胞 那你羡慕它没关系 你也来大陆 那么蔡英文 在第二任期的时候 大家似乎对于 他能够改善两岸关系 是不抱任何希望的 认为他跟大陆 一定会背道而驰 不会相伴而行 所以说我们应该 怎么来观察 蔡英文第二任期 可能在两岸关系上 做的对讨 蔡英文由于 他本来的风格 就比较阴柔跟隐蔽 而且再加上 他如果这样的风格 跟那些老台独比起来 好像老台独 所讲的那些直白话 或是那些民进党里 跟大陆对抗的人 讲的凶狠的话 他好像比起来 稍微少一点 再加上一些女性 政治人物 本来就有的优势 所以一开始 很多人就看不清楚 他到底两岸 要走到哪里去 可是经过了一任的时间 我想大家大概 不太会怀疑了 蔡英文走的路线 就是标标准准的 两国论 既然你要搞两国论 当然你最后要把 台湾跟大陆 搞成两个国家 这就是蔡英文 所有施政 最基本的理念 那这个理念底下 他当然会做很多事 比如说 绝对不认九二共识 对内搞什么呢 他知道台湾很多人 跟大陆是有文化历史 情感的连结的 所以对内就开始改历史 把教科书改掉 然后他在就职演讲里 口口声声提到台湾的时候 他讲的是七十年 2020年你讲七十年 你从什么时候算的 1949年算 那请问台湾在1945 到1949的那四年 去哪了 被你偷走了吗 被偷走的那四年吗 这四年 台湾是统一的 中国的一部分 然后之前的那五十年 台湾也是从中国 被耻辱的割让出去的 你现在在计算历史的时候 蔡英文在读书的时候 还没有发生教科书改编 你是读过的 为什么你计算从七十年算呢 这个表示他就从骨子里 是要切得干干净净 那49年之后算 两岸是分开的 所以他就在内部啊 搞这个去中国化 然后再配合安全武法 反渗透法 这个是拿来干嘛呢 拿来恐吓 拿来让那些 主张两岸和平统一交流的人 感觉到压力发生寒蝉效应 所以对内压制那些 主张两岸交流的人 然后切断历史 好 更严重的是 他发现啊 现在在台湾的外部 得到一些机会 所以他在就职演讲里说 哎呀 这个是两岸走到了转折点 你实在看不出 两岸的历史这样一路发展来 为什么忽然2020是转折点呢 大概就是他认为 美国啊 基于自己的需要 现在跟大陆吵架了 所以这个时候 台湾可以借机 看能不能搞些什么 只有这个看起来 是他所谓的转折点 而且他后来还在就职演讲 提到了疫情 他说疫情啊 让很多人忽然改变了 对这个局势的看法 什么意思啊 明明是个公卫事件 他眼睛看到的是 抗中这件事 搞不好会有机会了 所以借着疫情来继续抗中 借着美国 特别是在选前 难免政治人物 会有一些为了选举 炒作自己利益的这些动作 所以他想利用这个机会 看看能不能在台独的路上 多走一点 所以对大陆坚持 坚决的抗拒九二共识 对内部切断 对外呢就抱着美国 然后看能不能对抗 可是我必须要说 九二共识 我们前面讲过了 就法理而言 你根本不可能把中间一个中国的本质 给切断 第二 对内 你以为搞几个法 就能切断这么多年 这种血缘的文化的历史的关联 一家人是不会因为你搞个法律 就不成为一家人的 最后美国这个 很多人早就提醒他了 你随时可能被当成弃子的 你真的要孤注一职 在这个对抗的路上 继续搞乱两岸关系吗 那么既然说 没有办法对他抱有期待 那么就放弃他不就行了吗 现在的两岸关系的主导权 到底在谁的手里 两岸关系的主导权 肯定是在大陆的一方 所以你看到说 其实现在两岸关系的走向 包括说你看很多事情 其实台湾当局闹得很欢 但是闹得很欢 最后的结果 其实也就是一场空 包括像大家看到的 世卫组织的事情 所以其实两岸关系的主导权 一直把握在大陆方面的手中 那接下来我觉得 大陆方面在处理两岸关系上 我们经常说 这个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这个硬的那手要硬 软的这手要更软 那硬的那一手 就是我们对待台独分子的震慑 一定要越来越强 让台独分子不敢再越雷池半步 让他不要去想碰那个红线 就是想都不敢想 我觉得这个是 硬的这手我们要达到的目的 而软的这手 其实我们觉得 促进两岸的各种各样的交流 这个工作不能停 因为美国现在是想跟我们脱钩 现在美国弄的 台湾也要跟我们脱钩 所以在美国有这样的想法的时候 我们就坚决不能让 他这个所谓的脱钩得逞 所以我们现在要拉手不松手 一定要把那个手死死地攥着 千万别让他跑了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想有几个方面 第一个是 我们统一战线的核心 是要朋友更多一点 把敌人做得小小的 把我们自己做得大大的 所以这些台独分子 这些我们的敌人 我们一定要让他尽量的小 我们要团结更多的朋友 在团结的这个过程当中 比如说 如果说这个岛内的朋友 能够帮助我们 促进祖国的统一 那我们当然欢迎 所以我们要团结 岛内这些促统的力量 但是岛内其实也有一些朋友 是不愿意促统 但是他可以跟你一起反毒 就是他反对台独 但是他不愿意促统 那对待这部分力量 我觉得我们也要团结 因为只有我们团结 就是你不能帮我 把这个火车往前推 至少你帮忙 让这个火车别倒车 那这个过程当中 我想一方面是这些力量 其实大家可以共同地 来谋求祖国的统一 另外一方面 其实这个过程当中 大家的关系也会越来越好 我们的朋友也会越来越多 台独分子也会越来越孤立 所以反毒的力量 我们要团结 促统的力量 我们更加欢迎 最后还有一点 就是一定要摆脱 或者说排除 各种各样外部势力的干扰 告诉外部势力 说不要去想这件事情 你不要妄图去打台湾牌 但是我们会发现 欧洲包括日本的一些政治人物 包括美国 其实他打台湾牌的方法 不太一样 所以针对他们不同的方法 我们如何来有效地反制 我想这个是学界和研究界的任务 然后我们会做出更多的方案 对于这些外部势力的干扰 做更有效地反制 近些年来 来观察大陆方面 对台湾问题的解决方式 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是软得更软 硬得更硬 软得更远 是大陆敞开了怀抱 去关怀台湾的民众 去关注台湾民众的切身利益 而硬得更硬 是对台独分子 绝对没有放松警惕 一直在用震慑的手段 如果说岛内的台独分子 企图冒进 企图铤而走险的话 那么大陆也不排除 用反分裂国家法 为法理依据 对台独分子进行惩罚 好的 非常感谢二位嘉宾 对以上话题 给大家解析 谢谢 谢谢 下次再见 谢谢李红 游王说再见 观众朋友再见 好 观众朋友 感谢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 下期节目我们再见